今天要来讲跟职场有关的信息 主题叫做不仅要生存 更要得胜 请你跟他旁边说你是得胜者 感谢主的恩典 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点 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在职场里面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情 这个都现在很可怕 随便讲一讲都十几年前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在那份工作里面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进来教会全职 我在一个非营利组织里面 当主管的工作 有一段时间在职场里面遇到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在我们的职场里面的会计 更换频频 就是留不住 做三个月不到半年他就离职 然后有一次终于又停了很久的时间 又来一个新的的时候 那个小姐来的时候竟然还做不到两个礼拜 就希望跟我能够预知下个月的薪水 所以就是遇到很大的瓶颈跟挑战 然后雪上加霜的事情是同时还有另外的一位员工 竟然在处理钱的这个事情上面有很大的瑕疵 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嘛 所以会有政府的主管单位 他就来纠正我们 这个非营利组织被政府纠正 在钱的事情上面是蛮严重的事 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觉得焦头烂额 我一方面呢要做主管的工作 一方面呢还要常常去处理这个会计方面的事情 我最不会处理的事情就是钱 所以我们家钱都是我们家老公在管的 哈雷路亚 感谢主 所以现在都衣食无缺这样 那我都很不会管钱 不会弄钱 搞不懂那些东西 但是那段时间呢 我就要去做那些跟会计有关的事 因为一直缺人嘛 只要必须要处理 所以就很难过 每天都苦不堪言 我真的回到家那时候呢 我儿子都可以作证 常常回到家都在抱怨 真的很不好 然后呢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很烦恼 然后心理毒跟滋长 后来就觉得说我要来辞职啦 我不要干了啦 这实在是这才太痛苦了这样子 那呢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基督徒做什么样的重要的决定 是不是都要先怎样 啊祷告啊 对啊 所以我就记得呢 那有一个礼拜的 星期三的晚上 我就来教会来祷告 当时我们的教会 十几年前的时候 福气教会是一个小小的教会 在旧的那个场地的地方 然后呢每一次我们来参加祷告会的人呢 其实只有十几个人而已啊 那时候不多人会来祷告会 然后我们一个桌子 就坐一圈就坐满了这样子 然后呢通常都会是奇异牧师 来带领我们祷告这样 然后我们因为人很少 所以每一个来参加的人呢 都可以分享自己想要的代祷事项 这是很温暖 对不对 那然后就这个 我们就挨个在那边分享这样 参加的都是姐妹 我就记得呢 就有两个前面一点的姐妹呢 她们就分享了 她们在职场上面的困难 因为她们找不到工作 所以她们觉得生计上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辛苦 然后后来轮到我讲的时候呢 也是讲职场上的痛苦 那我就不拉不拉讲啊 我当主管多累啊 怎样怎样啊 所以我说我今天的代祷事项 就是要问上帝说 我可不可以辞职 这样子 希望天上老大呢 说我可以辞 我就要来辞了 平安地给他辞去这样子 好了 就我们一圈的人呢 全部都分享完毕之后呢 那奇异牧师就来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他就用他很优雅的声音 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 哎哟 人生真的不容易啊 有人找不到工作 有人有工作 想要辞职啊 这样 你知道奇异牧师他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开始带领我们祷告 真的啊 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很奇妙啊 我就觉得那一天 神是用这句话来回应我 感觉好像一个打脸这样子 叫我要带着感恩的心在职场里面这样 所以那一天我觉得神真的回应我 我就乖乖的就回去继续工作 我在想职场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影响都非常大 因为一方面呢 职场呢 这个我们在职场的时间其实是长的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大概这样来算 一般的人是这样 如果我们从25岁离开校园 然后我们开始工作到65岁退休 然后我们以一个星期工作5天 每天工作8小时来计算的话 我们这个人一生当中 要有8万个小时在职场里面 你看这个时间有多长 所以时间这么长 当然会对人产生影响 再加上职场里面 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挑战 比如说会对我们这个人 有各种能力的挑战 我记得我们这些刚出校园就来教会 这个全职的弟兄姐妹 他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连影音机怎么用都要教他呢 这也是一种的能力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专业上面的能力的挑战 还有人际方面的挑战 还有很多竞争的问题 性格也会被挑战 然后你时间分配的挑战 体能的挑战 自我实现的挑战 还有你有很多你如果你是创业的人 那挑战就更是多了 那你就发现呢 这么大的一种的好像挑战 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可是你也不能够随便不开心就离职 因为你有责任的问题啊 你有家里面的生计账单要付的问题 所以其实你就发现 其实进职场大概没有多久 九个九支呢 你就会觉得说职场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好像是乌云在我们头上一样 蛮多的创伤 也有很多的压力 好像成为了挟制我们的重担一般 所以如果你去Google啊 看很多网路上的很多的这些的文章啊 很多的这种网路的杂志 其实都在讲要怎么帮助我们解决 职场里面的各类的问题 然后也有很多失控的现象 你会发现 因为人真的有很多的状况 在职场里面有很多人 因为职场的压力 而且是慢性的压力 所以很多人有疼痛的问题 各种痛 头痛 对不对 胃痛 然后呢 这个生理痛 肩颈酸痛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 这就是慢性压力产生的 然后再来呢 有所谓的臭脸足 为什么 因为压力大 情绪不好 有没有 然后常常批评老板 说他是冠老板 我们当中有没有老板 被人家这样说过的 你被说你可能都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骂你是冠老板 然后呢 批评公司的制度等等的 这个叫做臭脸足 还有呢 低头足 压力大 没事就滑手机 有事滑 没事也滑 然后呢 或者是所谓的三心二意足 骑驴招 一天到晚想要换工作 然后呢 自私足 就是只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要管别人 因为心里想的事情是 老板 你就只有给我这一点钱 所以我只能做这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心态是如此的 就很贫穷的一种的心态 这样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样 一天到晚都觉得担心 恐惧害怕 所以上网搜寻各种 可以帮助自己的资讯 怎么做管理 怎么赚钱 人家是怎么成功的 有没有 一天到晚都在看这些东西 焦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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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说说好 你看哦 这一些的痛苦跟压力啊 其实造成我们身心灵 其实有很大的一种的 损伤 甚至我们常会觉得说 职场真的要我们抓狂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职场也疯狂 非常让我们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 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仰是全面性的信仰 你知道连职场都归上帝馆 知道了 请把我说阿们 不是有切割的呢 不是赚钱的地方 我自己处理 只有来教会的时候 上帝管我 没有 神管理我们人生的 所有的面向 所以你就会想这件事情 那这样 神不是应许要给我们 叫做丰盛的生命嘛 对不对 圣经你告诉我们 我们要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他说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可是偏偏 在我们花最多时间的职场 就被打趴了 你就会想 这个不太像是有丰盛生命的样子 到职场去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愁云产淡 觉得压力很大 这样 我在想说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早上呢 我有一个这样的负担 跟弟兄姐妹 我们来分享 来解析一下 其实我们的人生 有两种系统 在试图的帮助我们 或者是掌控我们 两种系统 这个两种系统 跟我们的思想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的思维 是哪一种系统里的思维 会影响到 我们能不能够经历到神说 你要赐给我们的 丰盛的生命 好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 弟兄姐妹 在我们信主之前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或者是你明不明白 基本上我们全部都是活在 魔鬼撒旦的系统之下的 明白了 请你帮我说明白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那个叫做没有自由 那叫做没有出路 然后魔鬼在干什么事情呢 魔鬼他叫做说谎者之父 所以他就会借由 很多我们属世的文化 属世的环境 那些流行的思维 来影响我们 就形成了我们里面的信念 形成了我们的思想的模式 那这一些的思想的模式呢 因为是从魔鬼撒旦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呢 都是我们觉得好像很对 我们就这样子 就是从小到大 就这样子被教育 被灌输 可是他其实都是所谓的 非神的信念 不是从神来的真理的 的一个信念 可是我们却把它抓起来 拿起来用 跟职场有关的 好几个信念呢 我讲给大家听 比如说像这样 我们很多人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相信的 说什么呢 人生什么事情最重要 赚钱 对不对 说呢 人生赚钱最重要 钱要多 人家才会看得起我们 我们里面 潜在的有一个 这样的思想在我们里面 再来呢 有些人会这样想 哇 那在职场里面 你一定要拼一个位子 要有一些的头衔 这样我才能够被称为 是有价值的人 或者呢 我们里面 骨子里面 有一种的思维是 我是缺乏的 我是不足的 我没有像谁谁谁一样 有家庭的 家世很好 有什么背景 我都没有 所以我这样子 我是缺乏的 我是不足的 所以里面就会觉得说 那我一定要好好的认真 好好的努力 不然我的人生 就会没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该好好的认真 我们是该好好的努力 可是那个动机 不是因为我是缺乏的 是不足的 那个叫做什么呀 那个叫做 未信主之前 在魔鬼 撒旦掌控之下的 那一种的思想 叫做 贫穷的灵的掌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 在没信主前的样子 这个样子呢 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这种就叫做 在魔鬼 撒旦 权柄之下的一种 为奴式的人生 奴隶的奴 为奴式的人生 充满了无力感 你会很焦虑的 你会很恐惧 你会很担心 你会很害怕 你总是觉得 如果我不怎么样 我可能就 没办法怎么样 罪旧感 因为我做不到一些事情 我好像能力不足 然后恐惧 担心 这个潜在的 就在我们里面的思维 这一种叫做 为奴式的思想框架之下 如果我们活在 那个系统里面 我跟各位弟兄姐妹讲 不管你的银行的账户 里面有多少钱 你仍然觉得 还是会恐惧担心害怕 因为那是 为奴式的思想 你整个的思想的惯性 都在那个地方 你不论有什么头衔 你都还是会感到 紧张担心害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 比较真净的 一种的社会里 你觉得你拥有了这些 不好意思 那在那个领域里面 还有人比你更多 所以你永远就得不到 那种平安跟幸福 这个是我们 在信主前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命运 所以为什么呢 圣经里面会这样讲 你看罗马书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他说 我们现在如果 已经信主的话 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孩子的时候 他说 你所受的 就不是奴仆的心了 你要换系统 他说 如果你还是奴仆的心的话 那就会人就害怕 OK 担心恐惧 叫做 为奴者的特征 所以为什么 我们有非常多的人 有各式各样 很容易产生 身心方面的 这些的症状跟疾病 我们常常有很麻烦的 睡眠的困扰 我们常常会 没事就心脏乱掉 紧张担心 你知道 那是因为我们里面 好像还是活在 那旧的思维里面 为奴仕的思维里面 所以罗马书才会告诉我们说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明白 现在所受的 叫做儿子的心 所以我们可以称呼阿爸父 所以接下来怎么样 信主之后 要换系统 连我们的思想 都要换过来 换系统 现在你有一位 阿爸父 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到的系统 全新的系统里面 新造人的系统 叫做天父的世界 阿们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知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给他活出来 所以你看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 是来做什么 他帮助我们 从那个为奴的 恐惧单乡的奴隶身份里面 拯救出来 全新的身份给我们 叫做神的儿子 就是做神的儿女 这是我们全新的身份 请你跟他旁边的说 你是天父的孩子 这件事情 你看为什么 我们在全新营里面 就在跟各位讲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若不明白 我们有一个 在灵里面的全新的身份 我们就还是会被 魔鬼撒旦那种思维 给挟制 恐惧担心 好像还是不会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里面的 思维的系统 要有意识的 来做转换 你知道成为天父的孩子 真是好得无比 有些人会觉得说 如果你可以成为 世界首富 或台湾首富的孩子 你都会觉得偶尿很爽的的话 那更何况 是成为天父的孩子 各位阿们吗 是不是 神才是同管万有的 祂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现在我们 现在居然有这个 privilege 这叫特权 我们可以成为 上帝的儿女 我跟你讲 这才是最荣耀的位分 你走到外面去 都要抬头挺胸 有风啊 不是骄傲 而是觉得 哇 我后面有极大的靠山 你知道吗 里面的喜乐 没什么事情发生 你都可以喜乐才对 阿们 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孩子 这是我们需要 自我操练 训练 我们里面的思维 要完全的被改变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不够知道 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常常忘记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天父的儿女 仍然很多时候 还是回去过 奴隶式的生活 仍然是被奴隶式的思维 所掌控 所以你看保罗 在圣经里面 常常经文提醒我们 这个加拉太书 我们快要 全教会来查圣经 查加拉太书了 加拉太书五章一节 他告诉我们说 他说 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各位弟兄姐妹 要叫我们得以怎样 自由 请跟我再说一次 得以怎样 自由 再说一次得以怎样 自由 弟兄姐妹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开始可以经历自由的生命 他说呢 要站立的稳 什么叫做自由了 就是不再被旧的 这个思维的系统所辖制 那个叫做奴仆的恶 你看到没有 这个恶这个字 你就可以体会 恶就怎样 卡在你的脖子上面 要你的命啊 难受啊 拿不掉啊 不舒服啊 所以奴仆的恶 是带来什么人生的结果 你看嘛 我们刚刚讲 如果我们常常不由自主的恐惧 担心害怕 当然就没有平安啊 没有盼望啊 然后抱怨就来了 嘴巴里说的话 就开始负面了 是不是 哇 各种的批评啊 论断啊 怨天尤人啊 都是你的错啊 然后呢 怎么办呢 我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啊 因为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啊 所以怎么样 很贫穷啊 所以怎么样 靠自己啊 有没有 然后你靠自己 你就真的只有自己了 这孤单感就来了 然后怎么样 最后就过一种 不能有喜乐的生活 这个叫做入宝山 怎么可以空手而归的 基督徒的生命 我们门徒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奴仆的二要被打破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其实天父的孩子 你是可以活在新的系统里面 新造的人 天父的系统里面 他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怎么思想 我们过怎样的日子呢 我跟你讲哦 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 在创世纪里面 他就已经讲过这件事情 这个经文 我们大家熟悉到不行 你来看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章的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好 我们一起看到了 大声来读好吗 一起念 请 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你看这个经文 清楚地讲 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 所以我们这些人 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 我们当然就是神的儿女 这样对吗 好 然后呢 神的儿女呢 神还赐福给我们这些儿女们 然后那个赐福 那个祝福里面 是什么呢 他说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 本来就是丰盛的 各位弟兄姐妹 他让我们有能力 可以生养众多 但是神还不止给我们这个祝福 因为当我们生了一头拉骨之后 很多的时候 多都没有人来管理 会怎样 混乱的 所以神要我们怎样 还给我们有一种能力 叫做治理这地的能力 你看后面全部都归我们管 全部都归我们管 治理这地 神要我们拿起管理的权柄 这是在内建在我们神的儿女的里面的 当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后 你的里面那个 CEO的DNA 就要开始被启动 Amen 这个很厉害 这个我们以前 我说真的 我信主前面很多年 我不够明白这件事情 我感觉我后来 还是好像回过在那种 贫穷的思维里面 当我不断地开始明白这件事之后 我的人生就进入到 那个命定的轨道里面去 叫做丰盛的轨道里面去 各位弟兄姐妹 不要那么世俗 你不要以为我讲的只有钱 但是我也真的很诚实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缺过钱 我是 那叫什么 什么自由啊 财富自由 对对对 这几年都在学这四个字 什么财富自由 我早就财富自由了 因为我不会担心没钱 可是我相信 我的银行存款 比你们很多人都少 但是我是财富自由的 因为我没有在担心害怕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太感恩了 神告诉我们说 你是有治理的权柄 在这个地方 所以神让我们 不但可以丰盛昌盛 生养众多 他还要我们起来治理 你知道这个很理所当然 因为神本来就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他本来就治理全地 所以的子臣父业 我们也来治理 刚刚好而已 我们本来就该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应该做这件事情 这个而且还是个祝福 同时也是个命令 我们要起来治理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圣经经文 他说 你要治理这地 对我们而言 我们要治理这地 那这地到底包含哪些 包含哪些 其实包括我们人生的 所有的面向 我们这个人能够涉及的地方 通通在所谓的这地的范畴里面 所以包括 你个人的生活作息 是要被治理 要被管理的 你的家庭是要被治理的 我们的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 其实他都在被治理的范畴之内 所以弟兄姐妹 有没有包括我们的职场 当然有啊 职场也是归在我们需要起来 治理的范围之内 所以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马上就觉得说 真是笑死了 有时候我 连我自己都管理不好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刚才起床的时候 我就起不来 六个闹钟也叫平魔 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真的连 自己都好像管理的不太好 我怎么有办法治理这地呢 你有时候你会这样想 没有错啊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也知道啦 你妈妈也知道啦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很软弱的人 可是神却拣选我们这群软弱的人 使我们这些平凡的人 在福气教会的人都知道 平凡的人要做怎样 伟大的事 我跟你讲 就不是靠你原本的能力 本来就是神要加添我们力量 重点是我们要先知道 我们可以起来做治理的工作 阿们 这个太奇妙了 好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神把权柄给我们了 也会把能力 他会把负责的把能力 给我们的时候 你知道吗 职场就不再只能是那种 贫穷式的思维 奴隶式的思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哎呀 糊口饭吃就好了 够用就好 你知道 当然这样子也很好 是丰盛的也很好 但是神不仅要我们这样 不是消极的去得到一点什么 拿到一点什么 用什么来换一个什么 不再只是这样的思维 他叫我们权力要进入到我们的职场 事实上是生活的每一个面向当中 起来拿起神儿女的权柄 来做治理的工作 这个是完全突破性的 完全是不同的思维的 完全是起来要成为一个 发挥影响力的一种人的 这样的职场人的思维 或甚至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面向上面 好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职场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 当我们说我们要治理这地 那个治理官到底是什么 上帝是怎么治理的 我们如果来看的话 神的治理就是透过他一切的说话 行动各样的方式 他要把他的祝福带下来 各位阿们吗 这就是神的治理要带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也是这样 当我们也起来治理的时候 所要带下的结果就是 把一切我们必要的方式实践出来 让我们所治理的人事物 得到从神来的祝福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 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做治理的工作 祝福你的孩子 这样对不对 祝福你的家里面的长辈 你的父母 你知道如果我们在职场里面 所有我们在职场遇见的人事物 通通都是我们祝福治理的对象 这个就是治理的意思 把神的祝福 透过我们这个人带下来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的治理的思维在我们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那就跟你有没有治理的头衔 是没有关系的 不论我们在职场里面 我们可能有些人是主管 是总经理 或者是老板 你理当要治理那个地方 但弟兄姐妹 就算我们没有那样的头衔 我们仍然可以起来 有各种的方式 把神的祝福带下来 各位阿们嘛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命定 所以你就发现说 那这样子 从明天开始你进入职场 你就开始不一样 因为神把你量在哪里 在哪一个职场里面 那里就归你管 你知道吗 那里归你管 在属灵的概念里面 它是归你管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一切都要开始转变 你知道 你怎么样思想 你怎么说话 你怎么做决定 全部都要开始被改变 最基本盘的是 说话一定会开始改变 你怎么想 就会影响你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是做员工的 我们就不会 怎么遇到 好像你觉得 为什么他拿那些钱 我只有拿这样 就不会只有在那边抱怨 而是反而开始 祝福 神要开始祝福这里 你祝福你旁边的 所有的人 你祝福你的同事 你甚至开始可以起来 祝福你的老板 祝福你的厂商 祝福你所有 在职场里面 你会遇见的所有的人 你不会再只是觉得 不公平 我拿得少 然后批评 这个老板不会做 他没智慧 公司制度不好 你知道吗 不会在那里 只是怨天尤人 一直讲批评 论断 抱怨的话 那一种的话 是属于为奴者的思维里面的 所以求神释放我们 要让我们有意识的操练 我们要开始进入到 神儿子的思维里面 成为治理的人 你知道吗 开始 当我们这样子思想的时候 你这个人所有的高度 你所有的思考的面向 全部都会提升 特别是我们当中 像我昨天在跟我们年轻人 分享的时候 我就觉得年轻人 如果你在这么年轻 你没有管理职的 那些头衔的时候 你就开始使用 这一种治理者的思维 进入到职场 进入到你的家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你的学习 一定在同才当中 出类拔萃 你一定更有影响力 你一定更与众不同 不是这样吗 所以等到哪一天 我们公司里面需要找一个人当经理 需要有一个人做主管的时候 你就会先被挑中 为什么 因为你早就已经用经理级的思维 在职场里面运作了 阿们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不一样的看法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知道你的人生 开始就进入到一种翻转改变 你就进入到一个新的路径里面去 那是什么路径 那就叫做丰盛的道路 要向你开启的路径 不再是旧人士的思维 而是进入到昌盛 丰盛的水流里面去 神的机会大门就开始为我们打开 这才是基督徒的命定 哇 我就觉得很感恩 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很难 对不对 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职场就麻很烂 我昨天在讲这个时候 台下的阿门最大声 那我们年轻人就觉得 职场真的很烂 超烂 这样子对不对 就是骂天骂地的这样子 他们会觉得很不开心 那我就想说 如果你觉得 你要能够在职场里面 讲正面的话 讲鼓励的话 讲那个昌盛的人 丰盛的人会说的那些话 你觉得很难的话 那各位弟兄姐妹 我今天早上 用很短的时间来带大家看 有一个在史上最难的职场 那个人是怎么做的 这是一个圣经的好的榜样 这个人叫做但以理 请跟我说一次 但以理 大家如果读过但以理书 就会知道 这个但以理呢 他的职场是怎样的职场 我们说呢 这个人真的是很辛苦 他是犹太人 可是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 巴比伦的王 尼布甲尼萨 给掳到皇宫里面去了 大家这段都有读过的话 你就会知道 然后他所要服侍的这个王 也就是他的职场里面的老板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一个非常专恨霸道的一个老板 你一不小心脑袋就会没了 而且呢 他给的任务也超不合情理 强人所难 为什么 你们记得吗 是不是一开始要叫但以理为他解梦 解梦的任务丢给他 可是连梦的内容都不跟人家讲 你要叫人家怎么解啊 强人所难啊 这种老板你怎么跟他同工啊 对不对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个但以理所遇见的职场里面 还有一个麻烦是 就是旁边的人会嫉妒他 而且旁边其他的人要在他们的老板前面 真宠 这是不是我们也会常常在职场遇到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呢 那一些同事呢 就在老板面前造谣声势 要害他 害但以理差点怎么样 被狮子咬死有没有 他是不是掉到那个狮子坑里面去 你看哦 这个是但以理他在面对的职场 难不难 各位弟兄姐妹 人家的职场是会有生命危险的问题的 这个职场比我们难多了 对不对 那不论如何呢 我们就看见在但以理书里面 讲到说呢 他一开始 就成功地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了梦 所以他就被提拔成为总理 可是呢 整个职场的过程 半君如半虎 非常的难啊 所以呢 讲话真的要很小心 对于但以理而言 如果你讲出来的话是 没智慧的话 你可能就死路一条 那更不要说像我们现在 常常都在说那些批评的话 论断的话 随便乱讲话 你知道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要被杀头 好 那么但以理呢 后来第二次又有一个机会 必须要为王来解梦 那么这一次呢 王呢 他是有把他的梦 跟但以理全部讲一遍 他梦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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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但以理听完之后就大吃一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梦的内容呢 是一个凶兆 不吉利 好突然想起来了 我想说你没听觉我在说什么 不吉利 你知道吗 梦的内容很不吉利 谁样的不吉利 他的梦的内容大致是这样 他就说到这个你不吉利撒王呢 接下来呢会被赶出王宫 然后他接下来呢 要跟野兽同居 然后要像牛一样在那里吃草 接下来就有很悲惨的命 要等着他 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就要问大家 如果你是但依利 你也真的会解梦 你敢讲吗 你要怎么讲 你想说 哇塞 这个讲完我就 我就要跟我的家人 我先写遗书好了 这样子 对不对 你就会觉得你应该完蛋了吧 这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 圣经里面记载 这个代理他讲不讲 他也讲 但他讲的 真是温柔又有智慧 他怎么说的呢 真是有够有智慧的 他说 他要开始解梦了 他就说 我主啊 愿这梦归给恨恶你的人 梦的讲解呢 归给你的敌人 你看 先讲这一句 然后才开始解梦 然后解完了以后 你想这个王听了以后 也是心情七上八下 很难过 对不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这时候 但依利又继续说了 他结论说什么 你知道他是非常正直的人 而且呢 你看他这个话 充满了爱 他在爱他的老板 他说 王啊 他的结论 他说 求你悦纳我的谏言 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 王啊 我就在想说 我们有哪一个员工 如果我们是做员工的 我们可以这样 为我们的老板着想 我们可以真的带着真心 然后爱我们的老板 有多少人 在过去这段时间 你真心的 祝福你的老板 会为你的老板祷告的 有多少弟兄姐 没帮我举个手 你有为你老板 请放下 我大概十分之一啊 可能你自己是老板 是不是 你看哦 我们不太会做这件事情 可是但以礼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 不是这样 他带着神的权柄 用神的真理 带着神的爱 进入他的职场 在这么艰难的状况之下 他带下了神的荣耀 神的祝福 神的能力 神的安慰 在他的职场里面 各位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的职场归你管 你的老板蒙福 不就你也会蒙福 这样对吗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起来 常常用神的爱 也来爱我们的老板的 这个很突破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我们里面的想法 只会觉得说 你给钱就对了 不要说那么多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 我就跟各位讲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有个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 他跟我讲了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他告诉我说 他的职场里面 常常都在加班 然后那个老板 一天到晚都在发脾气 然后一升起气来呢 就哇 琢磊全开 把所有人都骂一顿 这样子 大家压力都很大 然后有一天呢 他留下来加班 然后加班到很晚的时候 他发现他老板 也在加班 这样子 后来他就走到 那个董事长的办公室去 他就跟他老板说 老板 时间很晚了嘛 他就跟老板说 你还好吗 因为很晚了 他就去关心他的老板 我们这个年轻人 他就关心他的老板 这个老板也很惊讶 然后就跟他说 哎呀 很累啊 这样子 然后呢 老板竟然就开始 跟他倾心土意了 你知道吗 就开始跟他讲说 经营公司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他有什么为难之处 他家里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板在跟他谘商 就寻找他的帮助就对了 这就很奇妙 我想那个老板 一边讲一边也觉得说 我是有什么病吗 好这样 就跟一个小小的年轻人员工 在那边讲这件事情 这样 然后呢 这个员工就听听听听 然后这个老板讲着讲着 他就哭起来了 他就嚎啕大哭 因为他压力真的很大 有多少人知道 其实做老板的压力很大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我这个年轻人看了 这怎么办呢 年轻人就说 老板 那我为你祷告好不好 我们这个年轻人 他说 他跪下来 在他那个椅子旁边 为他的老板按手祷告 祝福他的老板 你知道吗 真的很感人 感谢主啦 对啊 该拍手就拍手了 对不对 这个非常的奇特的 很棒的一个见证 这样 后来我当然就追问他 有没有嘉欣 你看我们这种世俗的人 就会问这种无聊的问题 我是不知道 我不记得后面怎么样 不是为了这个 才去祝福老板 总之各位 你看哦 你看哦 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 真的 他在他的职场里面 这个最难的吧 他是带着神的爱 拿着神的权柄 即使说的实话 但是因为充满的爱 有爱就无爱了 没有障碍了 你知道他就这样子 祝福他的这些的长官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 但以理的职场生涯 非常的奇特 他是步步高升 而且但以理呢 他在前后两大帝国里面 都出任过总理一职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而且他为了五个 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君王 他的老板一直换 就对了 个性不一样 你要服侍这些 个性不一样的人 其实不容易 他为五个这样的老板工作过 以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怎么样 就是呢 他的公司被对手 恶意并吞 对不对 因为换朝代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董事长都换了五次 这样子 结果呢 你这个人还能被留任 而且到最后还可以平安退休 他总够这样职场里面 有七十年的时间 但以理 这是怎么样子 不但是一种 只是求生存 他是得胜者 各位 哇 我就觉得说 这个人这个带给我们 很大的一个榜样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点 当我们拿起治理者的 权柄的时候 我们就用祝福 来取代了咒诅 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接下来第二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职场 从魔鬼撒旦的权柄 那个黑暗里面 进入到光明 为什么 因为有我们这个人在那里 所以我们不但是 带一下祝福的人 我们叫做职场 属灵空气的转换者 我们就是那个key person 我们是那个关键人物 我们是来带一下 整个属灵空气改变的 那个负责人 就是我们 因为神把我们放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但以理他也是这样 他在职场里面 他整个的处世为人 各位 你一定可以想象 他的说话 他的形式 他的表达 他对人的里面 那个充满爱的心 以及用神的真理 来带下神的祝福 全部所有的这一切 竟然可以对他所服侍的君王 产生非常大的 属灵的影响力 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哇 真的很不得了 那些必逆群雄 不可疑似的这些的大君王 在但以理书里面 有好几段都在讲 他们要称颂但以理的神 我截录两段给各位看 这些都是君王所说的话 其中有一段是 这个巴比伦的 尼布贾尼萨王 就这个王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 我 尼布贾尼萨 称颂至高者 在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拥有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 现在我尼布贾尼萨 赞美遵从恭敬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 他能这样违背 这是尼布贾尼萨 这个王说的话 下一段呢 又有另外一个王也说 大利乌王也说 这个更厉害 他说呢 现在我降旨小玉 我所统侠的全国人民 他在告诉全国 他说呢 要在但以礼的神面前 战惊恐惧 你们都要害怕要敬畏 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 他的国永不衰败 他的权柄 永存无极 他庇护人搭救人 在天上地下施行神机骑士 救了但以礼脱离狮子的口 你看哦 你可不可以想象有一天 你们的办公室 在开招会 或开什么同工集合的时候 你的老板说 我们全部的人 都一起要来 称颂某某员工 他的神 他的神是真神 你可以想象 有这种的光景吗 各位弟兄姐妹 神要使我们 拿起治理者的权柄 来祝福我们的职场 从黑暗进入光明 所以其实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离开教会之后 你每一个人 都是牧师 你知道吗 你家里 如果你是唯一的基督徒 你是你家的牧师 你知道吗 因为那里没有人牧养 那里需要有人牧养 你就是牧师 你进入职场 如果你是唯一的基督徒 你是你职场的牧师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同行 只是我们在教会里当而已 各位在职场里面当 你可以去 牧师们不能去的地方 你在那里当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思维的时候 你说你的人生要不要全面转换 你不再只是贫穷者 为奴士的思维 总是担心害怕 我给出去的我就没了 不是的 而是你进入到天父的国度里面 你是昌盛的 你是丰富的 你会生养众多 你可以起来治理 所以你知道你是可以成为有个有能力的给予者 当你给予出去的时候 神就要给你更多 为什么 因为你还会给别人 神说你会给别人 那我给你更多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凡有给人的 就必有怎样 就给你的 这个才是属灵的法则 这个太有意思了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转换 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 昌盛的命定里面去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 我前面一开始讲到 我在十几年前那个职场那个经历 后来呢 我就回到我原本那个职场里面去 我就开始呢 去迎接挑战 祷告 求神给我智慧 帮助我治理 当时其实我还不太明白 这个治理的这个概念 总之我就是回去努力就对了 然后呢 我就发挥影响力 然后呢 就祝福我的职场 那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状况就开始调整改变了 然后我就做得越来越开心 就很开心很爽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刻呢 上帝跟我说 你这个职场的阶段要毕业了 呼召我 要进来教会全职服侍了 那当然我也很喜乐 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荣耀的 从神来的呼召 那我就要去辞职啦 对不对 那我要去辞职的时候呢 那我们是分离力组织嘛 上面都还有礼监事这样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要辞职了 我要去教会工作这样 所以他们就有派了几个人 来喂留我 其中有一位呢 他就来跟我讲的时候 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做得好好的 做得也 已经开始都一帆风顺了 然后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要离职呢 我想说 这没办法 我必须跟他讲 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有一个呢 被神呼召的有一个 超自然的一个经历 我就跟他分享了 我的那个经历这样 他听完了以后呢 他本来说服我的时候 他就微微前请 对不对 他听完我那个见证完毕之后 他就身体就往后 然后就说了一句话 叹了一口气 说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跟神抢人 应该是抢不过了 他就讲这句话 很有意思哦 然后后来呢 也出乎我预料之外的 他们还为我 办了一个欢送会 然后呢 在这个欢送会的这个里面呢 他们竟然还集资 送给了我一条 非常高级的这个 水晶的十字架的项链 送给我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很有趣 我心想说 怎么有人要离职 应该是带给你们有困扰 怎么你们还要送我礼物 但是哦 我在灵里面有一个领受 你知道吗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小孩呢 从学校毕业的时候呢 有人会领到什么 市长奖啦 校长奖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我感觉 我在那个职场 那个阶段 我也有领到一个奖 那个奖叫做天赋奖 对 我感觉神就是 好像给了我一个按赞 给我一个努力说 这一段你可以毕业了 你的下一段要开始了 这样子 的确我真的后来 离开那个职场的时候 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进去的第二个月 我的那时候的那个 这个会计就来告诉我说 总干事总干事不好了 我们下个月就要发不出薪水来了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 是那个光景 可等到我要离开那个职场的时候 我们的资产是原本的四倍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道 因为我就跟你讲 我很多不会弄钱的事情 你知道 可是上帝又透过我们这样的人 祝福我们所在的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是神的代言人 同时我们也是神荣耀的出口 我们所在的地方 全部都可以带下神的祝福 这是神儿女的命定 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领受的极大的恩典 Amen 我们下期再见